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让大家更加戒备 不放过任何一点动静 忽然 众人后面传来一阵穿堂风 伴随着建筑物外面的一些奇怪乌影声 对立人心惶惶 所有人都显得十分不安 接着 天空传来了一阵红龙龙的巨像 原本还算晴阳的天空 顿时乌鱼蜜目 周围的光线越来越少 现在 认识了光 划过天际 一瞬间 众人透过光线看到了前方的东西 老司机侦探仔细看了一下 那是一面写着乱七八糟字体的墙面 在现场的人 虽然看不懂上面写了什么 但是老司机侦探叹了口气 提醒其他人 大家必须得撤退了 为什么老司机侦探会有这样的想法 答案 五秒后揭晓 晴朗的天空 大家听到打雷后 看见闪电 本身就是一件怪异的事情 应该是看见闪电才听到打雷的 一句Whiting on the wall 这句话源自于旧约但以礼书 这一点故也代表着不祥之找 所以老司机侦探提醒其他人 必须立即撤退 马上会有其他事故发生 从废墟出来的老司机侦探 来到天堂公园 发现两个女性在争吵 老年女性指着年轻女性说 她是杀人犯 老司机侦探仔细观察了一下 逮捕了真正的凶手 究竟谁是杀人犯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上期答案 最左边的绑匪买通了预警 他脚上的锁链被打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了